好 大家好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你们分享 我非常的开心 我呢 是生长在一个 充满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环境里面 那么当我的亲人 有一天忽然离开我的时候 我就思考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人为什么会有死 而每天呢 面临的很多的一些挑战 一些压力 对于人生的追求 似乎了迷失了自己 因为每一天呢 就好像是机器人一样 工作 吃饭 然后呢 休息 每天忙忙碌碌 甚至在一段的时间里面 我得了抑郁症 甚至呢 想到了死亡 可是呢 自己又不甘心 又要面对一个恐怖的来临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 非常的奇妙 上帝改变了我 那借着我的母亲 带我到了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地方 在那里 最宝贵的是 让我认识一位非常有智慧 非常有爱的 一个朋友 通过他的一些故事和经历 让我呢 整个人生被翻转过来 那我知道每天活着 我有方向 有价值 最重要的是 被他所知道 被他所肯定 被他所赞赏 我就眼前呢 充满了一切的盼望 每天活着 我知道我要去做什么了 人生有了意义 那最重要的呢 是我知道了自己游泳生 现在 无论我任何时刻 任何地方 以任何方式 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都知道 我要往哪里去 那么现在 我可以跟你分享的 我这些 得永生的一些经历吗 分享之前呢 我想有一个问题呢 要问你 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会发生很多 我们都想不到的事情 假如说我们如果 今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是否肯定自己 可以进入天堂吗 就像 这个事情 是你我都无法逃避的 那你是否真正想过 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 你能够确定自己 进入天堂 或许你说 我没有想过 也或许你会说 我也不知道 那其实过去的我也不确定 但是现在呢 我非常肯定 我可以进入天堂 当然 有天堂 我们都愿意进去 是不是 好 我想再次问你 假如说 今天离开了世界 我们来到了神的面前 那神要问你 我为什么 要让你进入我的天堂 你将如何回答呢 如果这样的真实事情 就发生在你的面前 你有没有想过 你会怎么回答 也许你说 我是好人呢 好人就可以进入天堂 那么我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要靠自己的努力 和善行 就可以进入天堂 那么 要好到什么程度呢 其实呢 有一个好消息 我要告诉你 永生啊 是神的恩赐 永生不是我们赚得 或是我们配得 努力而得着的 有些时候我们在想 我可以靠我的努力 就好像我们挣工钱一样 我付出了劳动 我就有所得 是理所当然的 你或许说 我有做了很多的善事 我也资助了很多 我也热心的服饰 这些理由足够我们可以进入天堂 但是呢 永生天堂 不是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这些善心努力 能够来换取的 你有没有接受过朋友给你送的礼物呢 当别人给你礼物的时候 你是否还需要付钱给他 当然不需要了 礼物呢 是免费白白的 同样的 永生呢 是神的恩赐 也是免费白白的 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 就好比是一份领悟 但是每一个人呢 都不能够领受 是什么拦住我们接受这永生的恩赐呢 那就是罪 人人都犯了罪 这是全人类的问题 不管是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 不管你是高贵富足的 还是贫穷的 我们都是一个罪人 这是不能够否认的事实 可是每一个人呢 对罪的理解和认识是不同的 不知道您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 您认为什么是罪呢 其实我们显而易见 我们知道 这个罪呢 有看得见的 也有看不见的 比方说 我们触犯了这个国家的宪法 违背了 这个世上的律法是罪 同样呢 违背神的律法也是罪 比方说 杀人抢劫偷盗 这些呢 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这是罪 那么呢 在我们的口舌当中 说了一些污秽的话 不造就的话 甚至谎话 其实这也是罪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看不见的 就是人心思一眼当中 有那些污秽的想法 里面有恼 有嫉妒 其实呢 这也是罪 甚至 我们藐视神 这也是罪 我们有行善 我们有行善的力量 不去行 这也是罪 那当神 让我们常常喜乐 我们却常常的忧愁 他让我们不住的祷告 我们却呢 想起来了 有需要了 我们才去祷告 其实这些呢 也都是罪 比方说 一个好人 他一天呢 只犯三个罪 那么一个月 他就要犯 九十个罪 如果这样的 继续算下去 那么十二个月呢 一年呢 就要犯 一千多个罪 我们就按整数来说 一年呢 一千多个罪 如果我们 强壮的 可以活到八十岁 那就表示呢 他要犯 八万多个罪 你想 这八万多个罪 如果我们 全部都记下来 会有多少 我们还能说 我要进入天堂吗 我想是不可能的 即使一个最好的人 若是以神的标准来看 他也有许多的罪 所以 人 是不能够自救的 我们常常 有这样的想法 我要靠我的努力 和善心 我就可以 得着永生 来进入天堂 可是我们又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靠自己的努力善心 那要好到什么程度呢 甚至 有的时候呢 我们还有这样一个天平的观念 也就是说 我虽然犯了罪 但是呢 我可以多行善事 当我的善心 多过于我的罪行 那么 我就是一个好人 其实 善和恶 在人的心里呢 是封不开的 我们不能说 我的左眼呢 是专门看好的事情 而我的右眼呢 是看不好的事情 我的左心房 是专门想好的事情 我的右心房呢 是想不好的事情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 善与恶 在人的里面呢 是分不开的 因此我们知道 人是一个不完全的 达不到那个完全的标准 因为神的要求 就是完全 什么是完全呢 就是十全十美 少一个呢 都不可以 为了让你 更加的理解 什么是完全 我打个比方 假如说我们今天呢 要做蛋糕吃 当我们从冰箱里 拿出了十颗鸡蛋 要打在搅拌机里 当打进去了 才发现 有一颗呢 是臭的坏鸡蛋 可是呢 我们在想 我前面呢 九个都是好的 只有这一个呢 是臭的坏了 那是不是前面 九个好的鸡蛋 就能够把这个坏的 给他稀释呢 当然不可能了 相反的 是一个臭的坏鸡蛋 把所有前面好的呢 全部都污染了 同样的 当人犯了一个罪 就把他所有的善行 全部都污秽了 我们是不能够 被神接纳的 因此 人是没有办法了 就需要别的方法 那就让我们看一看 神的方法是什么 不知道您 对神 有怎样的认识呢 可能 我们会想说 神呢 他是慈爱的 是伟大的 是有能力的 当然呢 这些都是对的 可是也有些人呢 对神 有错误的认识 有时候呢 把神看作 好像是一个 慈爱的老爷爷 有怜悯 有仁慈 甚至有些时候 像这个老人家 自己的儿孙 甚至做错了事情 我们一再的容让 而忽略了 他的供应 这是错误的认识 也有人呢 相反的认为 神好像是一个 严厉的警察 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都要很小心 即便我们做错了 他的惩罚 立刻惩罚 当我们做错了事情 他的惩罚 就会立刻来到 因此我们生活也好 事奉也好 就特别的有压力 面对这样一个 公义的警察 我们说 我有很多的理由 你可以放行吗 当然是不可能了 所以在我们的 思想里面 认为神也是如此 我们的生活里面 每一天 他都会看着我们 那么这样 这些呢 都是一些 错误的认识 也有些人呢 对神 有错误的认识 好像看神呢 像是一个 严厉的警察 几乎我们 每一天 都和好 有很多人 对神呢 也有一个 相反的认识 就认为神呢 好像是一个 严厉的警察 我们生活的 每一天 都要小心翼翼 生怕自己 做到哪些不好呢 他的惩罚 立刻就来到 好像这位警察 我们闯了红灯 没有系安全带 他的罚票 立刻就会来到 即便我们 有很多的理由 有充足的理由 想要托词 都是不可能的 这呢 强调了神的公义 却忽略了 神的慈爱 那么正确的认识呢 神既是慈爱的 同时也是公义的 对于慈爱 我们都能够理解 那什么是公义呢 我打个比方 有一个人 当他走投五路的时候呢 他忽然脑海里面 有一个不好的想法 就是抢金银行 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稍作准备 结果呢 他真的就抢得成功 当他把这五万块钱 拿到手 却被保安抓到 摄像呢 也把他捕捉到了 当人 把他这样的罪行 全部公告给 这个法官大人的时候呢 就要给他判刑 这个时候 他极力的为自己争辩 他说法官大人 我是一个好人呢 在过去我没有钱磕 而且呢 我虽然抢了五万块钱 我全部都要清还 我没有伤害到任何一个人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很后悔 你就放了我吧 请问 如果你是那个法官大人 你会放他吗 当然不会了 如果放了他 这个法官就不公义 这个世界上就再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 这让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是公义的 表示人所犯的一切罪 都要受到严厉的审判 那就是永远的死亡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 非常真实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神 他是慈爱的 无论我们犯了多大的罪 他都不愿意来刑罚我们 可是面对他的公义呢 他恨恶这些罪 就一定要刑罚 那么慈爱与公义并行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 曾经在二十世纪前苏联的时候呢 有一个将军叫撒米拉 他同时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 当时呢 百姓在水火之中 他们每一天呢 都没有活得盼望 就在这个时候 撒米拉将军带着所有的家军和军兵呢 四处游击战争 支打帐篷 但是他们的军粮呢 非常的匮乏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偷了军粮 就被报告给撒米拉将军 他从此呢 就立了一个军令 从现在开始 如果有谁再敢偷军粮 就要责罚五十大鞭 以此示众 在短暂的时间里面 没有人再敢去冒犯 可是时间久了 又有人呢 冒险偷了军粮 结果呢 报告给了撒米拉将军 撒米拉就非常的生气 就丰富人 把这个偷军粮的人呢 带到众人的面前 他要实行军令 可是迟迟呢 管军粮的没有行动 那撒米拉非常的愚梦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母亲 撒米拉非常的纠结 面对一个生他养他的母亲 他怎能够打着五十大鞭 不要说五十大鞭 可能五鞭 这个人呢 就已经死去了 就在这样一个徘徊犹豫的时候 撒米拉丰富人 把他的母亲呢 带到刑场 面对他的妈妈 他里面非常的纠结 因此呢 他 他在妈妈面前说 妈妈我爱你 可是你犯了这个罪 就一定要实行军令 可是妈妈 流着泪 说你就执行吧 就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人呢 都以为撒米拉将军 回来责打他的母亲 就有人呼喊说 撒米拉 你不能够打你的母亲 如果连你母亲都不放过 你就跟那个沙皇 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再也不会跟从你 可是这边呢 也有人在呼喊说 撒米拉 你是将军 你所立的命令 如果不执行 你就不公义 这个时候 撒米拉 他松开了他母亲的膀 他却脱下了自己的军袍 抱着他的母亲 丰富人 把五十大鞭 打在他的身上 当一鞭一鞭 抽打在撒米拉身上的时候 他的妈妈一直在流泪 因为犯错的是他自己 而承受刑罚的呢 却是撒米拉 这个真实的故事 让我们知道 公义要被执行 同时慈爱 也要彰显 就唯有牺牲 借着神 在耶稣基督里 牺牲他自己 写明了神的慈爱 和公义 耶稣是谁呢 耶稣是神 成为了人 那耶稣究竟为你 我这些罪人 做了什么呢 下面呢 我用一个手势 来向你表述 假如 我的左手是代表人 我的右手是代表神 神 要把永生的恩赐赐给人 但是人 却不能领受 是什么拦阻我们 接受永生的恩赐呢 那就是罪 假如 这个小册子 记录了我们一生所犯的罪 就是这些罪 拦阻我们 不能领受神 永生的恩赐 神是慈爱的 他不愿意刑罚犯罪的人 但神也是公义的 他恨无罪 就一定要有刑罚 那神的慈爱和公义 如何并行呢 就是神 牺牲了自己 成为人 那就是耶稣 耶稣和人 有什么区别呢 耶稣是无罪的 而人是有罪的 耶稣爱我们 就担当了我们 所有犯罪的刑罚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临死的时候 他说成了 意思就是说 救赎的大功完成了 所有的罪在 也还清 然后耶稣死了 埋葬了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 并预备永胜为礼物 要赐给我们 这永胜的恩赐 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领受 信心就好像是一把 打开天堂之门的钥匙 当我们今天要回家的时候 我们拿的这一串钥匙 不是所有的钥匙都可以打开 只有一把 能够打开我们的大门 那就是 理作能得救的信心 其他呢 看着相似 却不能够打开 就比作是 不能得救的信心 什么是不能得救的信心呢 首先 就是 盲目的信心 那我们看到 他相信 但是呢 他不知道相信的是什么 或相信的是谁 就好像说一个人 当别人 说你往前跳 他让跳就跳 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样的路况 结果呢 跳在坑里 这是盲目的信 是不能得救的信心 也有些人呢 他所拥有的是一个理性的相信 就是说 在知识上 理论上 他知道了 他也认同了 但是呢 他却不依靠 很多人 对圣经了解 对圣经的故事呢 他也表示赞同 可是呢 跟他自己的生命呢 却没有任何的关系 就比方说 我们认识我们国家的总统 我们的主席 我们对他的了解认识 只是停留在一些新闻媒体 知识上而已 可是当有一天 我们邀请他 要来做客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来 因为我们跟他 没有生命的关系 其实这也是 不能够得救的信心 还有很多的人 大多数所拥有的 就是今生短暂的信心 他知道耶稣 他也认同耶稣 并且呢 他也信靠耶稣 可是他信靠耶稣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什么 短暂的好处 比方说 他要娶妻子 他要挣票子 他要住房子 他要开车子 这一切短暂的 是他自己最看重 最想要的 他认为信耶稣 就是为了得这些 其实呢 他却忽略了 那最重要的 最永恒的 那就是永生 这些呢 不单单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教会里面 也是有很多人 拥有这样的信心 为了身体得一致 为了家庭幸福 为了事业上 飞黄腾达 而来求告 而来信靠 其实 这也是不能得救的信心 那我们现在想 什么是 能够得救的信心呢 就是认识 并且单单的信靠 耶稣成为我们 个人的救助 而得这永生 为了让大家 更深能够理解 什么是得救的信心 现在呢 我给你讲一个 真实的故事 那曾经在美国呢 有一个人呢 叫布伦丁 他是非常有名的 走钢色的表演艺术家 那有一天呢 他为了挑战自己的极限 他呢 就要在 尼亚加拉大瀑布 也就是美国和加拿大 那个非常高 有52米之深的 这个瀑布之下呢 他要架起钢索 要来表演 为此 世界各地的人呢 都慕名而来 来观看他的表演 当他第一次 徒步 从对面走过来的时候 大家不太觉得 什么惊喜 因为之前呢 也有人看到过 可是今天 布伦丁 他不仅仅说 徒步要走过去 他呀 要推着一个独轮车 上面 还要放着沙包 然后呢 慢慢地推过去 有人就在想 他可能吗 有人说 我相信 有的人不加思考 说我也相信 那就在这个时候 布伦丁不失所望 他真的把那个 多轮车 带着沙包 推到了对岸 就在这个时候 主持人呢 就来到了观众席 他说 现在布伦丁 要有个更精彩的表演 你们想看吗 哇 大家说 当然想了 这个时候 他说 我们呢 要向人来配合一下 那么 他要推着一个人呢 走过去 你们刚才都是相信 那你谁愿意坐上去呢 刚才还说 相信相信的人 问到他的时候呢 他就不敢坐上去 因为他呢 害怕 哇 他说 我有恐高症 哇 他说 我有老人 还有小孩子 万一如果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很多人口里相信 有的人知识上判断 只要这个人坐在上面 配合一下 应该也没有问题 但是 没有一个人 敢于坐上去 就在大家非常失望的时候 有个小孩子 他说 我愿意 哇 他就很开心的 坐在了布伦丁车上 被稳稳的 推到了对岸 哇 当这个时刻 大家非常的高兴 都说布伦丁实在太伟大了 他这世界当中呢 独一无二的 大家 你看到没有 这个小孩子 跟这些人 有什么不同呢 他为什么敢坐上去呢 你一定想知道 后来这个小孩子说什么 他说 因为布伦丁 是我爸爸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小孩子 敢于坐上去 是因为他确定 那是他的爸爸 而且呢 他也相信 他的爸爸 有这个能力 可以把他 稳稳的 推过去 我们看到 很多人的相信 停留在口头上 停留在 外在的喜好上 没有一个人 真正愿意 把自己的生命 托付在 耶稣的手里 那么现在 我所跟你讲的 你都明白吗 那你愿意 接受 永生 这个礼物吗 如果愿意 也就表示说 我们不但要 接受 这个永生的礼物 也要接受 那次 永生的耶稣 那过去 我们都是靠着自己 好像说 我们抓着那个木头 成为我们的依靠 能够来拯救我们 得永生 进入天堂 现在 表示呢 我们不再依靠自己 过去的善行 努力 我们要单单的 依靠耶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而得着永生 并且 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 转向耶稣 并且承认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让祂带领我们 人生的路 为了表达我们的心愿 那么在生活当中 我们也当悔改 什么是悔改呢 就是离开 以往 那个不逃神 所喜悦的生活 过去 我们那个旧的生命 是走向死亡的路 今天呢 要转向耶稣基督 并且呢 因着得了新生命 要开始一个 全新的生活 并且一生的跟随 那我们呢 就可以借着祷告 把你的心愿呢 来向主表达 好 现在呢 请允许我 先有个感恩的祷告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分享了福音 大家都明白了 也愿意接受到耶稣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 以下呢 就是大家 向你发出正线的祷告 求你垂听 好 如果大家 你明白了 也愿意 那么下面呢 我祷告一句 请你跟我一同祷告 主耶稣 我感谢你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配领受永生的恩赐 但因着你的怜悯和爱 我知道耶稣担当了我所有的罪 我知道耶稣担当了我所有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偿还了我所有的罪债 并且偿还了我一切的罪债 耶稣不但为我而死 耶稣不但为我而死 也为我复活 也为我复活 并且预备了 并且预备了 永生为礼物 永生为礼物 我现在不再靠自己的努力 我要单单的依靠耶稣 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而得着永生 我愿意打开心门 真心的邀请 耶稣成为我 生命的主宰 来带领我的人生路 来带领我的人生路 我愿意悔改 我愿意悔改 离弃以前 离弃以前 不逃神喜悦的生活 不逃神喜悦的生活 我要转向耶稣 我要转向耶稣 得着新生命 得着新生命 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 开始一个新的生命 并且依靠耶稣 依靠耶稣 跟从耶稣 跟从耶稣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我应信耶稣基督 我应信耶稣基督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神的孩子 我是神的孩子 我确定自己有永生 我确定自己有永生 从现在直到永远 从现在直到永远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那刚才的祷告 让你知道 神 祂悦纳了 你这样一颗心 也就是说 借着祷告 我们把心意 向祂表明 祂已经进入到 我们生命里面 那当你做出 这样一个 关乎你生命的 一个转折的 一个祷告 耶稣垂听了 那祂对你有 什么样的应许呢 请我们一起来看 圣经约翰福音 六章四十七节 怎么说呢 他说 我实实在在的 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样的人有永生呢 是信的人 不是盲目的信 也不是单靠着理性来相信 不是为了今生短暂的好处 而信 那什么样的信心呢 就是得救的信心 知道认同 并单单信靠耶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助 而得着永生 那永生呢 就是永永远远的 当你此时此刻 相信了耶稣基督 那么你就得着了永生 那我想 如果我们十年 二十年都过去了 你还确定自己 有永生吗 为了让你更加的明白 下面呢 我用一个手势 来向你表述 假如 这个左手呢 是代表我们人的手 那么右手呢 是代表耶稣的手 当我们说 信耶稣得永生 我们就深深的抓住耶稣 同时 耶稣呢 也用爱的手呢 抓住了我们 我们知道 刚刚信族的时候 我们非常的火热 非常的坚定 我们紧紧的跟随 可是随着时间 随着环境 随着我们身体的状况 不断的变化 有很多的事情发生 我们的心呢 就有一些冷淡了 有些时候呢 我们灰心了 沮丧了 当我们的手放开的时候 我们发现呢 耶稣的手呢 还在紧紧的抓住我们 当耶稣 爱领到了我们 我们又有力量了 又开始抓住了 耶稣的手 我们又开始 火热的祷告 奉献 来服侍 可是有一段的时间里面 当我们听到了 别人对我们的弄断 甚至我们的家庭状况 不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好 有些时候 我们都怀疑 我们的祷告 神是否垂听了 我们就又软弱了 很多的时候 我们心灵固然愿意 肉体却软弱了 如果 我们今天得着永生 是依靠我们这个脆弱的中心 来抓住他 那我们没有一个人 可以有保障 因为人是靠不住的 相反呢 是因为耶稣的爱 他的应许没有改变 紧紧抓住我们 我们一次次从软弱当中呢 又被他呢 拯救回来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 让我们真实的看到 我们今天 得着永生 不是 靠着我们这个脆弱的中心 而是因着神的信实 和他宝贵的应许 从来没有改变 那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约翰福音 十章二十八节 耶稣又再次的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 把他们夺去 那么现在 我想让你真正的知道 是耶稣赐给我们永生的 他保证我们永不灭亡 因为是他的手呢 在紧紧的抓住我们 谁都不能够把我们 从他手里夺去 甚至了仇底撒旦都不能够把我们夺去 当我跟你分享的这些 那现在呢 我想再次的问你 假如说 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 你是否肯定自己可以进入天堂呢 如果你肯定 那现在的肯定 和你刚开始的肯定 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我想现在你更有确信 你知道自己任何时刻都可以呢 有保障的 应着他的应许和他的信誓呢 来进入天堂 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 如果耶稣今天再次的 问到你 假如我们今天离开世界 来到神的面前 神要问你 我为什么让你进入我的天堂 你会怎么回答呢 还会像刚才 我们说 因为我是个好人 因为我信了很多的善事 因为我在教会里热心的服事 建立了很多的教会 传了很多的福音 做了殷勤的祷告吗 当然不是了 我们今天进入天堂 唯一的条件 就是呢 知道认同 并且单单的信靠耶稣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而得着永生 那我想 今天基督徒 要不要有好行为呢 当然要 那我们的好行为 其实不是来换取永生 我们的善行 我们的好行为 是作为向神的一种感恩 是为了活出神的荣耀 可是有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总是怀疑 这个救恩呢 不够保障 我要靠着我的努力 和善行 才能够换取 那我打个比方 当我们有两个人 一起去旅行的时候 不小心呢 我们一个同伴呢 从山上呢 掉了下来 还好 他在半山腰脏中 那我们是有备而来的 当我从我的行李包里面 拿出了一个 足够长的绳子 我要想 把对方那个救上来 可是呢 我在想 这个绳子呢 不需要有那么长 我可以把我的扇心 把我的那根线来寄在上面 就可以把我的同伴救上来 大家想 可以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那根线是很脆弱的 虽然 它也许不需要有那么长 只有几厘米 但是 我们都知道 这根线是不够结实的 那么也就让我们真的知道 耶稣基督的救恩呢 是全备的 不需要我们 为了得救 再加添什么所谓的善行 作为条件 才能够得救 那今天 我们奉献也好 我们今天 助人为乐也好 我们殷勤的祷告 热心的传福音 那么这一切呢 是作为我们 向主 一个感恩的回报 因此 我们今天 在神家的服饰 我们在家里面的服饰 不是给做给人看的 而是因为耶稣 为我们死了 用生命 换取了 我们现在的身份和地位 我们今天 传福音 我们打告 我们去帮助我们的灵舍 我们今天呢 愿意为神家而做 都是向主 有个感恩的回报 也是与我们 所蒙的恩相称 让别人看出 我们是真有信心的人 因此呢 在行为当中 我们愿意来 纵容他 那么 我们今天呢 因着信靠了耶稣基督 我们就回到了 神的家 那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小册子 来送给你 那么 在二十四页里面呢 可以将你的名字 还有你的日记写下来 作为你属灵生日的开始 我们知道 当我们那个幼小的生命 要成长的是一个过程 当我们今天 信任了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现在呢 我真心的欢迎你 成为神大家庭的一员 那当你成为了神的儿女 我们的生命呢 不是停止在一个小婴儿里面 我们要长大 怎么样才可以间接的成长呢 首先呢 我们要读神的话语 圣经就是神的话 那么神呢 将他的心意 借着圣经告诉给我们 就像一个小婴儿 需要吃奶一样 然后慢慢的吃干粮 生命才能够长大 同样属灵的生命 也需要神的话语 来喂养我们 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 我们可以呢 来教会了赠送你 那当你有圣经 如果你是刚刚目到信主 那么我希望你呢 可以读圣经的路加福音 和约翰福音 通过这两句圣经 你可以知道耶稣是谁 他跟你有什么样的生命关系 之后呢 你再可以看四福音 更多的了解耶稣 跟你的关系 那么当我们有读经了 是神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 你是不是也有话要跟他讲呢 我们可以一无挂虑的 记得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心里所求的告诉给他 那就是我们的祷告 祷告呢 不具任何的形式 只要你用心 来向他沉迷你的心意 无论我们行走 躺卧 在家 在工作 在路途当中 你都可以呢 向主敞开心扉 那我们祷告最后呢 是奉主耶稣的名 因为只有靠了他 我们才可以到神那里去 那么当我们 借着读经祷告 跟神有了这样一个生命的连接 有这样的一个沟通 那么我们也盼望 在礼拜天的时候 能够到教会里面 参加主日崇拜 我们知道礼拜天 就是敬拜神 同时也纪念耶稣 为我们死了 他从死人中复活 把永生赐给我们 因此在主日崇拜的时候 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 来敬拜他 无论我们在教会 参与怎么样的服侍 或者我们刚刚来到教会 你都是神的儿女 理所当然的应该来去敬拜 来赞美他 也向他表现 来表明你对他的感恩 当了礼拜天 我们主日崇拜结束了 那么其他的六天 我们要做什么呢 当然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会照顾家人 会去工作 那么还有个非常宝贵的 我们人不能是一个 单独在一个地方 而是要过一个团契的生活 那在教会里面呢 有不同形式的一些团契 比方有青年团契 有夫妻团契 那么也有呢 老年人的常庆祖团契 那么希望你呢 可以呢 找到属灵的家 在这样一个团契生活里面 我们通过呢 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祷告 彼此的扶持 彼此在神话语当中的勉励 我们的生命 就可以成长得更快 当然 有一个更重要的 那就是你今天 白白的领受了永生的恩赐 当你自己明白了 此时此刻 你是否愿意将这样一个 宝贵的礼物 也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呢 如果有的话 你会想到谁呢 是你的家里的哪一个成员 还是呢 你的同事 还是你的志朋好友 如果你真的知道 永生这样的宝贵 你也确信了自己是神的孩子 可以进入天堂 我想我们都愿意 我们最亲的人 他和我们一同的领受主 这莫大的恩典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愿 你想到了谁 现在我们就一同 为他们祷告 好 那现在呢 当我们有这样一个 称心祷告的时候 相信此时此刻 神他已经在我们当中做事 有心无心当中 他垂天我们的祷告 也会祝福你 祝福你的家人 也祝福我们所在的教会 约福音呢 被广传 由万民都归主 阿们